- 李老師太瀟灑太飄逸了 - 好帥氣好帥氣 - 你們的尖叫聲呢 - 來 酷哥來幫忙給我們李老師一支麥克風 - 來 麥克風遞到我們李老師的身上 - 來 有請 - 對 我再挑一點面光 - 我總感覺缺了一點面光的感覺 - 是的 - 哈囉 南京的小夥伴們大家好 - 我是李玉剛 - 今天見到大家特別開心 - 特別是看到大家這麼漂亮 - 穿著這麼隆重的服裝 - 在南京長江之上的這條船上 - 一起相聚很開心 - 你們好嗎? - 好 - 只要你們好我就放心了 - 也感謝媒體的記者朋友們 - 歡迎大家的到來 - 也請大家多多關注 - 《幻國潮》11月30號在南京的演唱會 - 謝謝 - 李老師真的非常非常親和啊 - 是不是? - 而且剛剛李老師也有聊到過 - 關於《幻國潮》 - 這場音樂會真正的演唱會 - 為什麼會去哪叫《幻國潮》呢? - 當然了 - 就像一個人一樣 - 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- 當決定做一場非常新的一場演唱會的時候 - 是吧? - 然後 - 我們羅列了很多很多的名字 - 最後還是決定用了《幻國潮》 - 這樣的一個名字 - 其實是希望大家能夠來到演唱會的現場 - 首先能夠有一個如夢似幻的這樣一種感覺 - 還有一個正是一場誠意滿滿的國風演唱會 - 是- 然後也很潮 - 所以我們乾脆我們就叫《幻國潮》吧 - 沒錯沒錯 - 我們也知道李余剛老師呢 - 為了我們的國潮文化 - 為了我們的國風文化 - 也是做了太多太多的貢獻 - 曾幾何時 - 今天早上我們在直播的時候還有聊到 - 曾幾何時 李老師可能身著漢服 - 走在帝國他鄉的街頭 - 別人會覺得 - 哎呀 這看上去好像很少見到 - 但是現在走在世界的各個地方 - 身著漢服 身著華服的人 - 越來越平常 - 所以我們仿佛就是一群喜歡中國文化的朋友 - 然後一起穿越了各種時代 - 集聚到了現在 - 充有了夢幻的狀態 - 充有了夢幻的色彩 - 總是演唱會現場的確 - 會是如夢似幻的一種感覺 - 是的 - 所以我們也是陳妖妖各位 - 身中漢服的朋友 - 可以到現場去感受一下 - 那李老師是第幾次來南京嗎 - 南京來了有幾次 - 但是說句心裡話 - 中國很多城市我都去過 - 但是南京來的真的不算多 - 好像上一次來南京都已經有十年前了 - 那這也有了時間 - 一聽說要有南京站的這一場演唱會 - 我就是興奮不已 - 我終於又一次可以來到南京了 - 非常想來南京 - 但是由於工作的原因 - 好像上一次來真的有十年了 - 哇 - 那這一次到了南京以後 - 一定得好好地體驗 - 有沒有發現 - 南京其實除了有風景非常美 - 比如說我們此刻正行駛在長江之上 - 但是看到兩岸的風光 - 對 就是要吃好吃的 - 重點是好吃的 - 對 南京一定要吃很多好吃的 - 對 沒錯 南京有太多的美食 - 你有什麼可以推薦給我們 - 我比較喜歡的 - 比如說南京人可能要吃鴨子嘛 - 對 就有一句苦話叫做 - 沒有一隻鴨子能活著離開南京 - 能活著游過床江 是不是 - 是這樣 - 對 所以在南京的話 - 光是鴨有很多種吃法 - 比如什麼烤鴨 鹽水鴨 打鴨 - 那李老師如果要讓你選擇 - 你會選擇哪一種 - 我比較關注幾個問題 - 比如說吃鴨子的話 - 會不會上火 - 因為我擔心我的嗓音啊 - 相對來說 - 鴨子是屬於良性的 - 偏良性的 - 實不會上火 - 而就可以放心地吃 - 放心地吃 - 敞開地吃 - 而且如果要你覺得 - 吃鴨子怕上火 - 我們可以換另外一種 - 但是也是屬於它的周邊產品 - 在南京也特別有名 - 鴨血粉絲湯 - 哇 那個全國都有名 - 全國都有名對不對 - 你是吃的 - 其實我很想問一下 - 比如說吃鴨子的話 - 有好多種的做法 - 你們建議我吃哪一種呢 - 烤鴨 - 烤鴨 - 天然風景這麼亮 - 剛才就吃烤鴨 - 烤鴨 - 烤鴨 - 對 醬鴨 - 白鴨 - 你們是南京人嗎 - 烤鴨 - 是的 - 那你推薦一下 - 吃哪一種 - 醬鴨 - 醬鴨 - 醬鴨 - 因為我在北京生活 - 北京也有烤鴨 - 所以來這兒就吃一點醬鴨 - 我早餐還沒吃飯的 - 不能提吃的 - 你得吃了 - 我現在馬上想去吃飯了 - 對 - 所以我們來聊一聊 - 明天有關的 - 所以南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 - 那就歡迎全國全世界的朋友 - 來南京不僅是能夠看到秀麗的風光 - 而且還能吃到非常多的好吃的 - 比如說你剛才所講的各種鴨子的做法 - 各種鴨子 - 還有粉絲 - 叫什麼 - 鴨穴粉絲湯 - 對 還有鴨穴粉絲湯 - 而且到了南京吃鴨穴粉絲湯 - 老闆都不問你一句話 - 還要拉油啊 - 用南京話說 - 還要拉油啊 - 就是 - 要不要辣油 - 要不要辣油 - 對 - 就是南京最地道的對不對 - 所以李老師 - 就是咱除了你聊完這個吃的之外 - 咱們其實很多的朋友 - 更多的關心的肯定 - 還是有關於咱們在本次演唱會 - 跟音樂有關的內容 - 那這一場演唱會 - 有沒有給大家準備一些什麼樣的驚喜 - 或者新鮮的曲目嗎 - 有 - 有 - 好的